保罗乔治最新野球局来了 还是一样丝滑 乔治不久前参加知名训练师 李科海因斯的训练营 在场的NBA球员还有贝弗利和西亚卡姆 期间乔治展示潇洒运球 飘逸后仰以及快攻大风车等技术动作 身体状态看起来非常不错 乔治背身接球 甚至半转身突到篮下 搭进飘逸上篮 闲庭进步秀起连续胯下运球 甘巴三分手到前来 背身接球后连续用肩部甲动作迷惑对手 吉亭后仰跳投一击命中 突破时吉亭胯下运球回拉 顶着防守再近三分 之后借卢尼掩护又是一击三分 让人有些期待乔大将军新赛季的三分表现 乔治的表演仍在继续 他一顿丝滑的操作后 再次迎着防守打进中投 他强突到禁区突然改变节奏 迎着防守再进后仰跳投 乔治眼几手快拦截对手传球 接下来就是表演时间 熟悉的大风车爆扣一气呵成 乔治这一球完美演示后撤波的妙用 对手反应过来想扑防但为时一晚 比赛还出现有趣的小插曲 乔治在一次进攻中对上西亚卡姆 他单打西亚卡姆节奏连续被打断 但没能得到哨子 乔治对此抱怨西卡的防守有犯规 有趣的是被福利劝说乔治放弃抵抗 在随后一个回合中 乔治继续单打西亚卡姆 双方暗自较劲仍有身体接触 而乔治这次终于要到犯规了 他之后还与被福利对此击掌 考虑到新赛季的快船队将迎来完全体 你看好卡姆组合新赛季的前景啊